一个女孩看到一个大妈被人撞倒了 她上来问大妈有没有事 大妈叫女孩帮忙找下她儿子 儿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 女孩叫小如 她拿过大妈的字条后 就急匆匆地走了 她来到电影院 把字条给了工作人员 把情况和她说了一遍 工作人员好像有个字不认识 就请教了一下女朋友 工作人员就这样稀里糊涂的 把贺希吃毒成了贺希也 不巧的是 电影院正好有一个叫贺希也的男人 在陪女朋友看电影 她听到广播后和女朋友说了几句话就走了 小如告诉她母亲被撞 还犯了心脏病 现在送进了康复医院 贺希也有些莫名其妙 在她印象中 自己母亲好像没有心脏病史啊 但怕母亲有个三长两短还是去了 由于路上不好叫车 就骑着小如的单车 带着她一起走了一条小路 谁知刚出来公路就被交警拦下 贺希也连忙向警察道歉 说是由于母亲被撞了 刚刚也是太过着急 去医院才开得这么快的 是的 民警同志是一个小伙子带着一个姑娘撞的 撞完就跑了 是啊 所以你也就带着一个姑娘 准备去撞别人的妈妈 不是啊 不是不是 交警的话 让他们怎么也回答不上来 看到贺希也急成这样 交警大哥就原谅了他们的这次过错 叫他下次别骑这么快 更不能在单车后面载人 贺希也连忙点头答应 来到医院后 问医生他妈妈现在什么情况 医生说病人问题不大 就是左腿骨折了 啊 这还叫问题不大啊 贺希也赶紧进去病房 还没看清病人是谁就叫他医生妈 小伙子 别太客气了 叫大妈就行 贺希也健壮 尴尬得无言以对 于是出来病房 就对着小如一阵埋怨 小如说 你不就叫贺希迟吗 没错啊 我叫贺希也 我都贺贺的贺 东南西北的西 野蛮的野 小如连忙道歉 其实这样的乌龙事件 也不是他的错 贺希也也就原谅了他 现在最重要的事 就是去通知贺希迟来医院 未赶时间 他又骑上了小如的自行车 小如见他又骑这么快 正担心又碰上那个警察大哥 没想到话音刚落 还真让他们碰上了 怎么样 这回又是谁的母亲被抓了 林明同志 对不起 这回是我女朋友 好了 给你们做母亲 也真不幸 为了处罚他们 交警大哥就给了他们一个任务 要他们抓满三对违章的人才能走 这可急坏了贺希也 不知道回去怎么跟女朋友解释 但又不得不留在此地受罚 好不容易等来一对违章的人吧 可两个人在他们面前耍了心眼 气得他们站在那里直跺脚 为了更好的抓人 他们只好隐蔽起来 等有人违章的时候再跑出去 这时看见一个老爷 带着老太太过来了 他们上前拦车的时候 把两个老人吓了一跳 老爷说要急着回去 见他的岳父岳母才违章的 这话把贺希也和小如搞懵圈了 等他们一不留神 两个老人悄悄地溜了 留下他们无奈地站在原地 站了一天也没带着一对 这时突然下起了大雨 贺希也的女朋友 从电影院回来的时候 又正好看见她和小如 在公用电话厅躲雨 以为她跑出来 是为了会这个女人 于是一气之下 就提出要和她分手 贺希也一时无法向她解释清楚 她正一筹莫展之时 交紧大叔拍了拍她的肩膀 给了她们一些钱 并告诉她们以后别再被她抓住 不然还得处分 贺希也连忙和小如道谢 现在虽然自由了 但是还得去告诉贺希迟 去趟医院 他们经过打听 来到贺希迟的家里 把老太太被撞的情况告诉了她 谁啊谁啊 我看这是一个小伙子 带着一个姑娘撞的 你赶紧去康复医院看看吧 贺希迟一听 这情况好像有点不对 该不会 是你们俩吧 当然不是 我们是来送信的 不是你们 你们能跑这么远来送信 就这样贺希也和小如 不明不白地被关进了一个杂物间 里面的一条狗 把贺希也吓得差点尿了裤子 还是小如懂得和狗狗培养感情 一下就把狗狗给哄住了 贺希也看到小如这么有能耐 不禁对她刮目相看 在这狭窄的空间里 两个人好像擦出了爱的火花 带贺希迟把情况弄明白之后 才把他们放了出去 可好人 所以得吃顿饭吧 不吃 总得给我一个赔礼道歉的机会啊 哎呀 带贺希也回去 向女朋友解释的时候 她已经和别的男人好上了 这让她有些措手不及 伤感中让她不知不觉地 和小如不期而遇 看起来小如好像也有些不高兴 原来她与贺希也早就认识 之前还送过她一次回家 只是贺希也不记得了 从那时起 她就对贺希也有一种莫名的好感 这次小如的妈妈 要她嫁给一个她不认识的男人 所以心里有些失落 她也在徘徊中和贺希也走到了一起 你女朋友呢 已经没有了 母亲也希望我能娶她 我也曾经 试着去喜欢她 可后来觉得 我们俩并不合适 贺希也把心中所有的话 对着小如倾诉了 希望小如能做她的女朋友 还告诉小如 现在每天都想见到她 小如听到这些话心里很激动 对贺希也说我也是 爱情就是这么奇妙 有时候就是一个机缘巧合 就让你遇到了心爱的人 而这个巧合或许就是上天的安排吧